本来今天是直接回家的 然后接到电话说 我们的黄山结果出来了 然后过来拿结果 然后有一项是凝界风险 所以就做了一个无创 先出完雪了 去送检 然后又要过段时间来拿结果 走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婷 上次咱们说到我之前去做唐筛 然后唐筛结果出现了 有一项是凝界风险 然后当时我跟小婷商量的 直接就做了无创 然后做了无创 现在的话 无创DNA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无创只针对T21 T18 T13这三组蓝色体的检测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还比较开心 因为这个结果全部都是低风险 看一下 全部都是低风险 这个就让我放心了 因为毕竟唐筛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吧 所以说当结果一出来是低风险 我觉得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首先 其实我已经在那个 因为它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它第一时间就发短信了 我就说到了短信 说是低风险 我当时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去拿了这个结果 当时在那个 唐筛的那个单子上面 是21三体 明界风险 然后我在这里 在那个无创里面 21三体是低风险 21三体 18三体 13三体 都是低风险 所有的都是低风险 结果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很开心的 你看这是我所有 就是怀孕以来所有的检查报告 包括我的 包括宝宝的 所有的一叠了 接下来就要 就是等着做思维了 每一次产检 其实都是对孕妈的一种煎熬 有没有跟我觉得是同感的 就是因为会担心嘛 会担心结果 万一出现有一点点问题 就会特别的担心这个 但是当拿到结果 没有问题的时候 就特别的开心 就期待着下一次的检查 不会再有问题 然后一路绿灯 然后到宝宝出生 健健康康就好了 当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 说那个就是运度胖了15斤的那个视频 有人说哎呀 看这个肚子像女儿 还有人说看这个肚子像儿子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不求 不求儿子女儿 我只求宝宝 健健康康 其实当时就是说到糖栅出现凝结风险 然后看评论很多朋友都 说他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建议说这个 因为糖栅它的准确率是比较低的嘛 只有百分之七十几 然后就建议我不用再做了 但是虽然说是做无创确实要花一千 我们这里是花一千五百多嘛 然后觉得价格是有点贵 但是我觉得当然是花钱买个心安嘛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钱肯定是没有宝宝的健康重要 是不是 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孕嘛 其实到目前这种状态下 心里所有的想法都是 不管他是男是女 不管他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只求他健健康康 就是一路产检都是绿灯 就是好的 就特别担心 在任何一次产检 任何一次检查中出现 一点点问题 都是让你特别担心的 就是特别是在检查之前 你就会特别担心 这次检查会不会出问题啊 拿到结果的那一瞬间 发现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特别的开心 有没有跟我同感的宝妈 自从上一次的那个 唐筛的那一次结果出现问题 然后我发了视频之后 就有很多朋友建议我们嘛 也有建议做无创的 也有建议做羊穿的 也有建议不做的 因为他们认为 唐筛本身不准确 但是我觉得 我当时跟小胖的想法就是 既然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咱们做一个 就是安心一点 如果结果是没有问题 那就那就是最好的 如果结果是有问题 那可能就要 就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处理的是吧 但是这个 就是我内心是知道的 我觉得第一 我没有遗传基因 第二 我本身不是高宁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不会是个大问题 应该对于我来说 不会有特别 那个的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不大 不太担心这个 那我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做四围了 我预约可能到下周吧 下周可能要去做四围 做四围其实 这是一个 让所有孕妈都比较担心的一个产检 因为它是一个大牌机嘛 就是说有任何的 就是前期有任何的机型啊 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四围一切顺利 只要四围过了 我觉得后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是太大的问题 就是主要是四围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觉得呢 是吧 你们下启了 下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